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灵灵灵 今天要来开箱MOS最新推出的无线吸尘机 听说这台无线吸尘机最近很热卖 因为它是可以吸地又可以拖地的 那这台无线吸尘机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用呢 我来把你们试看看 它一套里面是有这么多的配件 主机 延长杆 贴墙壁的收纳夹 两颗电池 充电线 五个接口 三个是吸尘的 一个是除满的 还有一个是用来拖地的 组装好了 它就是长这样子 主机的颜色是钢琴黑的 然后再配搭雾面的配件 整台吸尘机很有质感 而且它的镜重只有2.5kg 所以用来吸尘的话也不会很刺利 里面附有两颗电池是可以交替使用的 普通吸力的话一颗是可以用25分钟 那如果开Power的话 一颗电池是可以用差不多11分钟 基本上少完整间夹都是很足够用的 只需要这样装进去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把它拔出来就可以拿去充电了 不需要把整台吸尘机搬去充电 它还是有这个200ml的拖地水箱 它是MacMac的 只需要这样子把它按下去 它就可以一边吸滴一边拖地啦 那它的吸力跟拖地的效果 到底有不厉害呢 现在就来试给你们看 毛尔吸尘器一共有两档吸力可调节 它的吸力是有25000p 比较大颗粒的垃圾都可以轻松的带走 前面是有LED灯的设计 用来吸床底或是沙发底下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每个缝隙的灰尘 吸尘一半想要休息的话 只需要放这它就可以站立了 不需要找地方靠也不用担心倒下来 更换这个吸口可以轻松清扫 高处的灰尘和蜘蛛网 拿起来也不会很费力 比较短的吸口可以用来吸沙发或是一些缝隙 任何地方的灰尘都不放过 它还富有出层满的吸口 用来吸床沙发或是被担 都可以很轻松的清除尘满 层盒只需要这样一按就可以轻松打开到灰尘了 哇没有吸尘的不知道 每天都在跟这些尘满灰尘一起睡觉 这款无线吸尘机我最喜欢的功能 就是可以一边吸地一边拖地 200ml容量的拖地水箱 装满水之后贴上拖地布 只需要这样压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磁力的 组装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不需要扫地了再拖地 真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电池是可拆卸和更换的 拆下来就可以拿去充电了 换个电池又像新的一台机器一样 小个地方把收纳夹贴在墙上 还可以把其他的吸口插在上面 吸尘机这样收纳起来就很美观啦 整台吸尘机很轻巧 而且用来吸尘也不会很费力 最主要的是它可以一边吸尘又可以一边拖地 这一点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还有不同的吸口可以更换 整间家的清烧工作只需要一台吸尘机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还可以吸尘嘛 最主要的是它的价格不会很高 原价的话一台是1099 所以购买的话只需要599块钱 而且可以免利息分析付款3至6个月哦 还有一年的保佳 如果你家最近想要找一台无限吸尘机的话 Bossin推出的这款真的很值得入手 想要了解更多可以联系他们的客服 或是到他们的网站去查看哦 拜拜 xXV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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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V XV